10月份市况反复上落,若以技术分析的角度,行指自4月份做顶之后,延伸下来的下降轨,至今形没法上阔,下降通道顶部大约在27300点水平。 这张是颇大的力位。另一方面,大市在9月份展开的反弹浪,高位也是处于此水平。故此,今次的反弹浪,估计以来见顶不远以,若以基本面分析。 全球经济下滑之大方向,尚未见到改变,中美贸易谈判,所谓的协议,其实只是门面功夫,目的只是特朗普为延迟加关税,而找一个落台阶。 而未来的风险,继续是聚焦于中美贸易战的发展。 玄学方面,上周指出,正式转入甲衰月。此月市况大幅波动,上半月会出现反弹浪。 但到了下半月,就会急转直下,未来一周的日子会转强。 反弹浪应可持续,而结果行止液反弹至26900点水平。 迫近重要阻力位,甲衰月的下半月,将在星期四的相降之后展开,而本周的日子偏淡为主。 特别是星期二及星期五。大家宜小心为上。 本周每日的古课走势预测。 周一,新某日,天干属金地之属木。 金黑木之局,始放反复上落,走势偏远。 周二,任晨日,天干属水地之属土。 土黑水之局,反复向淡。 周三,贵字日,天干属水地之属火。 水火交战之局,持续跌势。 周四,甲五日,天干属木地之属火。 木生火之局,略作反弹。 周五,月未日,天干属木地之属土。 木黑土之局,出现震荡。 走势向淡。 木黑土して不则を散会。 木板ֵ 木杰山鞋。 木灰山鞋。 每次拍摩石。